就是你蒙米饭的时候 淘好米辣 放上水了 最后在水里头滴几滴黄油 大家好 外面下着雨非常好 下着雨的早晨 我们呢 要做早餐吃 早上一杯温水 给弟弟买了一个料子 给他做马挂 马挂 人家刚睡醒了 不要拍一张 要拍一张 还好吗 嗯 你天天都喝吗 显白了这样一家 不行 哈哈哈哈 过去有变就是非常的方便 煎鸡蛋煮鸡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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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煎鸡蛋 还是煎鸡蛋 还是做面食 就比如我们北方人比较喜欢吃什么 这个炸的麻花呀 千层饼呀 嗯 还有花卷的时候 都会放豆油之类的 豆油完全可以用黄油代替 黄油是很纯天然的 而且呢它这个味道会很香 因为我是冷冻饱藏的 所以鱼一点挤不出来 挤一点点就可以了 然后用鱼煎鸡蛋 这个挤的会比较好用 不用拿勺子再去垮 然后勺子沾上黄油了之后 你还得去清洗 像这个就挤出来一点是一点 你用多少挤出来多少就可以了 鸡蛋是超市买的 因为我们养牛羊的人 不怎么养鸡 所以有一种说法就是 养牛羊的话 该养鸡不太好 还有一种现实的这个 现实的情况就是 养牛羊 牛羊那么大 是吧 养鸡的时候 看 就是生了小鸡蛋 被牛一脚给踩死了怎么办 也不太方便 大家会不会跟我一样 就可以戳破这个 然后再去撒盐 刚忙着说话了 把另一个放进去了 把另一个放打进去了 这个壳特别薄 不像自己家里样 黄油的香味已经飘上来了 减肥人是早上也不用怕 减肥人是早上也不用怕 烧烤 放点油 烧烧烧的 因为这个 吐司也用不了多少 就想让它比较香的话 可以 放点 让一让 哎 这就好了 哈哈这个一脚 没有了 你奶味呀 是不是闻到黄油的香味 你就进来了 哎 哎爸爸去 帮你 帮你 弟弟好像还在化妆 哈哈 我就抢先一步了 哎呀 今天的早餐非常的丰盛 早上 如果是前一天有煮的手把肉的话 我们会早上吃手把肉 这一点都 不奇怪 就是 怎么说呢 因为这个手把肉 第一它不膻 第二它凉了之后也不膻 哈哈 所以凉了之后呢 你可以 嗯 削 那个薄片 就放到热奶茶里面 这样去泡这个盒 我们说过 热奶茶 再去收藏门的 那里面什么都可以泡 那这就是 昨天晚上吃的黄油卷子 也是黄油的 这个呢 第二天 哎呀 背壳 哈哈哈 第二天泡在 奶茶里面 这样吃也非常香 很薄 你看 放了黄油 把它弄得撑的 就是比较薄了 它也不会破 哦 嗯 我没有掉地上 哦 几个奶豆腐吧 你要哪个 你吃这个 你吃这个 夹心 夹心 嗯 香不香 我放了黄油了 嗯 嗯 又呀 心好了的 嗯 不错了 你得特色感到的 嗯 嗯 吃别没有的 嘿嘿 嗯 哈哈哈 现在要拿银子 拿银子 拿银子 银子 银子 拿银子 拿银子 嗯 真对 拿银子 拿银子 你看 还有一种黄油的做法就是 除了蛋糕饼干这些都可以代替另外的那个是国外的黄油吧 那个很贵完全可以代替那个 还有一种吃法 比如说你焖米饭的时候 焖好米辣放上水了 之后在水里头滴几滴黄油焖炒之后都会特别的香 而且很软弄 吃完早餐了雨都没有停 看来今年是一个非常非常不错的夏天 期待在夏天和大家在草原上相聚 吃不完的黄油冷藏就可以了 因为你可能每一天都要拿出来 所以无需要冻上冻上再画再去冻再去画呢 这样连续反复的会让黄油的颜色会变得比较浅 所以储存的时候这样储存就可以了 其实在我们家呢 家里头没有特别的闷热 不潮也不闷 所以直接放着也是可以的 因为它稍稍稍坏一点啊 它也是正常的一个状态 还有呢就是我们6月16号到18号 我们店铺有活动 这个黄油也在 所以呢大家抓紧机会 不要错过我们的直播哦 拜拜